如何逃出安保最严格的监狱 2005年一部美剧横空出世 在第二年就获得了第32届人民选择奖 最受欢迎新剧情类剧集 即使是到了今天 15年过去了 都把21.1万人在看过这部电视剧之后 给出了9.1的高分 很多电视剧总是一记一记在走下坡路 而这部电视剧17年出了第五季 仍然得到了8.1分的好评 这部电视剧就是越狱 其实在很多电视剧电影里 都有越狱的情节 一个或者多个罪犯 也为想要自由暗地里谋划着离开监狱 最终结果也有两种 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不过这本身也不是看中结果的题材 中间的种种惊心动魄 精妙绝伦的剧情设计 才是一部影片的重头戏 虽然在影视剧中 越狱情节遍体开花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想要越狱还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要成功越狱的一个必要条件 就是得犯点什么事被抓进去 但这一个条件就很多人拒绝三连了 在这一些处罚轻微的 比如三个月半年 或者一年两年的也没有那个必要去越狱 就算成功了 也要一直背着会被再次抓到的巨大心理压力 如果失败了 那就是凭自己的努力将两年行期延长为七年了 所以真正会去越狱的总的来说 有两种人 一种是明明清白被冤枉着入狱 心有不甘想要逃脱出去 为自己洗刷罪名的 一种是罪大恶极 被判处了死刑 或者几十年的刑期 坐牢坐到死的 2015年6月 还真有这么两个囚犯 从看守严密的克林顿监狱越狱了 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讲这点映照近现时的越狱事件 克林顿监狱被誉为是纽约州安保措施最为严密的监狱 建成于1865年 值得注意的是 在它建成之后的150年历史中 从来没有发生过越狱事件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位越狱的主人公 一位是理查德·马特 Richard William Matt 一位是戴维·斯维特·David Swett 马特曾经杀过两个人 1997年12月3日 他和同伙里被此绑架了他72岁的前老板威廉·李克森 在攻击他这昏迷之后 将他塞进了车的后备箱里 马特认为李克森很有钱 并且有大量的可供支配的现金 于是就强迫他说出那些钱的下落 他们开车超过了24个小时 从北托那旺达一直到俄亥俄州 马特时不时会下来殴打李克森 最后他杀死了李克森 并且肢解了他的尸体 扔进了河中 在这之后 马特为了避免被抓 逃到了墨西哥 1998年2月20日 马特又谋杀了在当地墨西哥工厂受雇的 美国工程师查尔斯 他在酒吧的厕所里 刺了查尔斯背部和胸部酒刺 企图抢劫他的300美金 马特很快就被警方逮捕 被判处23年徒刑 2007年 马特被引渡回美国 也为杀死李克森的案件 他被判处最长的25年刑期 斯威特在2002年 也为谋杀布鲁姆斯治安官被定罪 也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2010年 也为对艺术的共同兴趣 尽管这两人在年龄和性格上 都存在着差异 还是迅速在狱中成为了好友 在马特的启发下 斯威特还学习了绘画 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 他们并不是简单的在画画 马特和斯威特将他们画成的画 成为一种监狱货币 会用很便宜的价格卖给其他人 当时马特和斯威特是住在监狱的 所谓荣誉区 这是监狱专门为那些表现良好的囚犯提供的特殊区域 住在这里的囚犯 有机会协助管道工或者电工之类 做一些工作 但是在2011年 马特被逐出荣誉区 斯威特给他送了一些烟草 卷纸和食物 这件事情大大增加了两人之间的友情 直到2015年 马特因表现良好 再一次回到了荣誉区 这次他和斯威特被安排在了乡邻的牢房中 2015年6月6日 谋划已久的两人 已经完成了越狱前的大部分准备 在夜幕降临之后 开始越狱 他们先是用囚犯扶制做了假人 用被子盖住 以防备预警定期检查牢房 随后 他们从用电动工具切开的牢房的背面 钻出墙壁 从墙壁后钻出来 他们进入了一个狭窄的通道 欲强砸墙 欲管早管 因为当时已经不供暖了 所以蒸汽管道内部并不算热 所以他们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 从蒸汽管道里爬行逃跑 在蒸汽管道上 他们还贴了一张充满嘲讽的纸条 祝你今天愉快 这些管道直通监狱外约400英尺的下水道出口 只需要将钢索和铁链打盖 他们就可以重获自由 而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在他们从监狱逃出后 就准备去找接应的乔伊斯 米歇尔 两个囚犯 仅凭自己很难成功越狱 他们需要别人的帮助 在监狱裁缝店工作的米歇尔 就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可是米歇尔一直没有出现 于是这两人决定放弃原本逃往墨西哥的计划 改为前往加拿大 米歇尔之所以愿意成为这两人的工具人 其实和他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 米歇尔本身就是一个愚昧 又有些无知的女人 被两人花言巧语的蒙骗了 不仅在监狱里和两人发生了性关系 还是为他们提供了越狱所要准备的工具 他们答应 如果成功逃了出去 就带米歇尔一起去墨西哥 但是到了关键时刻 米歇尔也为害怕没有出现 也有媒体说米歇尔到最后发现 自己爱的还是自己的老公 当然种种说法都无从考证 马特和斯维特在逃亡三周后 6月26日 马特手持大口径猎枪 出现在在纽约州北部 距离监狱40英里的一处丛林中 因拒绝举手投降 被警方连开三枪射杀 三天后 斯维特也在美加边境附近 被纽约警方击伤后抓获 后来斯维特承认说 这场越狱他是主谋 而这场越狱 如果没有米歇尔 没有他提供的那些工具 这两人紧停脑海中的想法 也很难成功逃离出去 最终 米歇尔被判处最长七年的刑期 他在法庭上哭着说 这是迄今为止我一生中 犯过最严重的错误 我每天都感到愧疚 并且一生都会感到愧疚 然而 如果愧疚有用的话 后来 这件离奇的越狱案 也被改编成了七级的电视剧 陶里丹尼莫拉 饰演米歇尔的女主帕特里夏 阿奎特还因此剧 获得了金球奖限定剧 最佳女主角 生活不是电视剧 可是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永远要比电视剧中 演绎的还要精彩 不是吗